茶园步道正夯嘉义文官局推出了嘉义行旅活动 以茶园步道为主串联店家祭出优惠方案 让游客能走进嘉义的茶园一起上茶品茶 为了宣传文官局也在社群平台上推出短影音影片 才上线28天观看流量突破百万 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 有的步道蜿蜒起伏 有的位在棱线上瞭望群山 有的还能沿途欣赏山林木与茶园 这全都是位在嘉义县的步道 根据统计嘉义步道多达100多条 今年文官局更推出2023嘉义行旅密茶香活动 以茶园步道为主 攜手协会跟店家祭出优惠 邀请大家一起赏茶园品茶香 为了宣传文官局也在社群平台上传步道短影音影片 才短短28天观看流量就突破百万 那可见嘉义的步道的这个魅力 那未来我们在嘉义的吃和玩乐 或者需要让大家知道的信息 我们会用短影音的形式 马上能够让大家迅速的去了解整个嘉义 网络时代 县府也要跟上脚步抓住大众眼球 文官局强调 今年还首次将步道结合IP角色柴宇路 在六个步道设置打卡装置 就是要让大众探索嘉义的步道之美 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 把账给我们一天 好 看看我们有��어